Hello 已經同時間了 我回到香港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看看我從韓國帶回來的戰利品 給大家欣賞一下 這裡是不是很熟悉的環境 我是香港的房間 我真的回到香港了 給大家欣賞一下 為大家引入最新的產品 也有眉眼膜 出了新的成分是不同的 玻尿酸是高了 另外還有它的抬頭紋 也是眉針 另外還有一個叫庫紋貼 也是眉針做的 還有一個是肉毒鋼菌的眉針眼膜 是最新出的 逐一為大家試 還有很多眉針的產品 這個去斑貼是不是很令人心動呢 除了今次去韓國之外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是十月 十一月 十月 好像十一月 我是去過台灣的 其實我不是去玩 也是去引領一些新的產品 好像這一套 是一套 修復能力很高的台灣產品 這一套我都準備今晚還沒試 還有很多很多 介紹不完的 還有之前我介紹過的珍珠面膜 我試了覺得它很棒的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眉針 這個是單獨頭來的 它有一個精華 單獨頭 還有就是頭髮的眉針 很多很多很多的產品 而這一套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就是白金精華眉針 其實它裏面有獨立一瓶的 我也會逐一為大家試的 OK 那我們先來 今天我們先試哪樣呢 其實我剛才為了眉針頭髮 那我就洗了頭 亦刻意是未吹乾的 話說眉針 除了做我們面部肌膚之外 還有做激活髮浪 我今次親身去看了那邊的一些 叫做美容院 他們有療程去幫人激活這個頭髮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我是很多頭髮 都適合一半 但我是經歷過生小朋友 試過頭髮都很重要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這裡有個洞 這裡有個洞 其實以前我摘頭髮 髮的毛是去到前面的 那現在其實向後 你一斜得緊 它是有個稀疏的三角位 其實你問我 抹不抹呢 嗯 不是太介意的 但當我一發現它 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我就會心寒心驚 那所以呢 我對這個 一聽到說 眉針可以有 一些產品 是激活毛狼 去再生頭髮 我是很心動的 那所以呢 我今天要介紹 第一就是一個 眉針 怎樣激活毛狼 它會配合它的洗澡水 那我今天就 其實我用了兩次試 在韓國當天 拿了這個產品 已經馬上試了 那另外 洗完頭之後 我覺得 跟我以前試過一些 脫髮洗澡水 有一個同一個反應 就是 頭髮會很乾 但是呢 它洗的時候真的很舒服 沒有涼感 亦都不會覺得 不舒服的 不會覺得不舒服 很舒服的 那它就建議 用回它的洗澡水 那我會親身體驗一下 那另外呢 洗乾淨頭之後呢 它又建議你開用眉針 去穿過它的表皮層 將它精華帶入 那我今天講解一下 它這個頭髮的 那它頭髮這一盒 它有一個一盒的塗裝 有四支激活髮狼的精華 它會配合一個0.25的針頭 那另外呢 它就會有一個是 兩支呢 這個是眉毛 眉毛這裡的 就是它可以塗這道眉毛 它有一個走珠色的 那方便你呢 可以激活 因為其實它會防... 有些人呢 你不是只是擦眉 你可以擦頭頂 它裡面就是精華 就是你一按壓之後 你一按了 你一按了 精華出來就可以用了 那是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都可以 可以喜歡就可以塗了 那這個 那這個 精華了 那其實它一支呢 是... 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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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會跟了一個0.25的螺旋 我們叫蚊子針 那每次用呢 都要消毒針頭 那還有用完之後 要即時洗乾淨的針頭 消毒 那這個瓶呢 其實它是做了獨立的消毒 那如果你每一次用完之後 你擔心你倒下去 消毒它才用 那我建議將這支呢 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 就開始刺你的毛狼 那其實將這個2ml 是一次用完的 那而眉針呢 建議三次做一次 那所以其實好像這一盒 是兩個星期的份量 兩個星期份量 還有其實裡面有一個泵 給你呢 是泵出來放下去方便的 而這個呢 是可以用完一次 一次就用完一支 那這個是做頭髮的 那另外呢 我稍後會做這個頭髮的 還有一個介紹 那另外呢 我就會介紹一下 它有一個新的 很特別的 蚊子針呢 大家不是第一次聽我介紹 不過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 我會再詳細介紹 另外就有一個組合 我是很想試的 這個粉紅色盒 這些 這些介紹小刹子 對我來過一點都不重要 那最重要呢 它裡面這個產品 這一盒呢 是套盒形式的 它就有四支精華 還有呢 還有呢 有一個 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而它現在生出了一種 叫做辣米針頭 這種微針頭 應該叫做 都是蚊子針 螺旋針來的 但是它是獨立的 每一支精華 你每一次用的時候 就套上去 套上去 用完就丟掉了去 不扭的 那今天就來體驗一下這個 那我就洗完面 去完割質 那我稍後做之前 我會爽敷碎 你記得要塗完先的 而且先手都要洗乾淨 那它一支精華呢 是有三個ML 那用不用完呢 視乎我們自己認為的份量 因為它用了 可以扔掉它 但你這個是可以吸上蓋 那另外有一套呢 藍色 藍色 藍色這個功效 和粉紅色是不同的 粉紅色的功效 主要是抗袖收緊和去紋路 而藍色這個組合 它是沒有套盒的 你要單獨再買它的針 那當然啦 我們很多可能都可以自己 製了一個套盒出來 那它本身呢 藍色就配上藍色針頭 是不同的 那雖然裡面一樣 但是它會建議 藍色配上藍色這盒針頭 那它這些針頭都是一次性的 意思就是說 你開了這支東西 是你自己想做的 重點 還有它還有一個功效 是蛋斑去色素的 以牛皮鮮的 那其實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Cream狀的東西 其實它是有藥性的 而這個頭呢 它每次見你套上去 用 擠了多少做多少 就扔了頭 那剩下的呢 你可以吸上蓋子再用 那所以我呢 一會會試呢 就是做了這個抗袖 然後再重點做這些斑位 看看效果 因為我自己沒有粒粒 沒有暗瘡 所以就試不到暗瘡 但是我會試到一些斑點位 有沒有淡到 還有滋潤的抗袖 是不是真的可以 不如今晚先試這個 然後做頭皮的時候呢 我自己都會親身感受一下 之後再逐一慢慢和大家分享 因為如果我一次過講完那麼多 第一你們吸收不到 第二我應該不用睡覺了 那我現在首先就是照我們平時 那我也是用清潔度入耳 剷了一層 敷了清潔面膜 那一定要前面做完這些東西先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後面有多漂亮的眉針精華去做有沒有用 你前面沒有做乾淨 沒有做好去角質是不行的 然後到處都好 我們也是用爽膚水打開毛孔 記得我也是用雙面棉花的 抹這一層呢 其實第一層呢 我又暗沉一點再說一次了 它就是第一層呢 這個是用有紋露那邊上爽膚水 當你抹第一層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把我們洗臉的殘渣 面部留下的一些我們叫做殘渣物 抹走 然後再反去平面那邊上爽膚水呢 就真的打開毛孔了 叫上肌膚急修的 那所以呢 我都習慣了用這個賞面棉花 只用手拍爽膚水呢 這個動作通常會早上做 那抹完面之後我會抹完手 因為我的手都很乾 我都開始想勤力護理這隻手 那之後呢 我們就要塗肌底液 唉唷 我這隻手機底液我發現呢 我就是用完了 這支應該我不... 真的... 我算起來應該好像是第九還是第十支 不過我記得今早看過公司是有貨的 所以... 明天要留一支給自己 啊 說起這隻手機底液 我又發現了兩支新的東西 一支呢就是藍色的 一支是蜂蜜的 那下次再跟大家介紹吧 是放不同肌膚用的 好適合來今新的春季呢 分開幾乎狀態用 那不只只有黃金24K一種啦 那我們現在... 其實在茶几天就馬上做微針了 好適合 我們先做這個漢酒 首先我們要開一個頭出來 而這個頭是獨立的 因為我還是沒有開過 它有一個open 其實它有一個open位給你的 看是怎樣 那你開了之後呢 獨立了 那你這個扭開它的蓋 那研究了呢 正式插了這個 這個單獨一次性的針頭 那它... 單獨一次性的針頭 是小一點的嘛 變了一個針呢 是二...四...六...七個頭的 那... 而... 這個... 蚊子針呢 是二十個頭的 我沒有記錯 那... 所以那個範圍是大一點的 那... 看看你自己想要這樣的功效 怎樣做 那...其實如果你覺得 我不要單獨 你開一張精華 擠到平底 直接用這個頭做就行 或者直接塗上去 直接用這個... 蚊子針頭就行 甚至乎用你的... 你不用它的單獨頭 用你的... 眉針 滾輪頭 什麼都行 沒有所謂的 那我這個呢 它的頭呢 就是... 我就是... 想做哪裏就哪裏 那... 每一次做呢 其實你就要按 那... 你看到精華就會出來的了 那... 新產品呢 我也是控制得一般的 那... 獨立做 那...這些單獨位呢 譬如你覺得... 這個位... 比較多紋路 你想做這裏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適合一些... 重點做的 譬如做斑啊 那個位置的巴痕啊 或者... 本身不想全面做的人 那就會適合這個... 那... 那... 我們現在呢 它好處和它有蓋 你可以先把它吸回 那...正常呢 這樣做完面之後呢 就可以做了頭 然後就敷收副面膜 那是最好的 那...我現在呢 試了這個... 粉紅色這個 的收緊抗袖之後呢 我會試了它這個 去斑這個頭去做的 而去斑這個頭也是啦 其實它就是扭開 那...它本身呢 建議你可以直接上去 用你的微針頭做得 或者用它的獨立針頭 那...我... 那...我... 當然是試它的獨立針頭啦 要不然... 那... 那... 要給大家試一下那個效果嘛 它這個獨立針頭呢 上的時候呢 它本身裡面就有個洞位 你對正了 塞下去 那...然後把面頭這個蓋開了 你就會看到它的... 那個... 那個針頭啦 這樣... 看到嗎 它的針呢就是0.25長 一般建議呢 如果不是專門人士 是家用啦 都是用0.25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是不是應該針越長呢 破腹越大 收腹越強呢 可以這樣說 但是它這個納米的螺旋蚊子針呢 它每一根針都是螺旋型的 所以它每一次針是要上... 即是上下上下 就不可以大圈或者大洞式的 所以呢 做法不同 要留意一下 那我們做的時候呢 就擠它出來 你會見到一些... 直接... 不知道看到嗎 直接... 擠出來的了 放心喔 它會出來了 是不是 那... 除了可以塗在這位置 甚至乎是直接... 直接... 直接刺 那... 建議呢 其實是應該這樣... 即是垂低個人的 所以呢 如果是美容師幫客人做呢 當然是會更加好 那我自己做 就輕輕這些位置 因為我是重點的幾粒斑 就輕輕這個位置 這樣斜斜地這樣做 那... 它直接穿過皮膚 現在我們再撕多一下 這樣就再撕出來 其實它在那個位置就撕出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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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根針這麼小 而且只有7個針位 其實每一根針是螺旋形 再加上它是導金做的 而且當你刺完之後 看到這些位置紅了 其實它的刺穿深度 比你平時用的電動微針耳袋更加深 所以不要大笑它 做它一次其實很明顯見效 我這個位置已經紅了 因為我們要敷心腹臉膜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不怕 讓它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5分鐘不怕 這時候我們就開做頭髮 頭部了 開了一些頭部的精華 開這些都要小心 我每次開都覺得旁邊的包裝理器 開完之後 直接倒進螺旋味針 直接倒進螺旋裡 直接倒進螺旋裡 又或者你可以拿它配備的一個泵 去泵它出來 因為這些泵會仔細一點 倒得準一點 我們就在這個泵裡面 泵了你要看到泵上來 然後再放進螺旋裡 如果全身已經消毒乾淨 它建議其實是每次用完一瓶 我們可以自己因應份量 要給它一點耐性 因為如果用完份量的話 每個人的脫髮的情形不同 還有我有問過 一個關於皮膚和研發的博士 它就說 其實每個人的毛囊裡 都有些細胞 它是開始處於一個 休息和休眠狀態 其實是要叫醒它 但如果那個位置 那些細胞真的死了 你就叫不醒它 因為它沒有在 那是沒有辦法的 它說 就是這些一般 譬如用顯微鏡 看裡面的細胞 可以看到 但如果你優眠狀態 可能你會看漏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去嘗試去激活它 所以就不要說 看到完全 很難肯定 裡面沒有 就好像有些人生癌症 醫生說 它的細胞有沒有得救 這件事 醫生都未必定不斷 是全部對的 所以我們應該存在 沒有一點點的希望 那我現在就做給大家看 例如我現在這個孔位 剛才因為我已經消毒了 如果大家覺得 心理上不可以的 那你可以 拿小毒藥水 抹一抹這些位置 你想做的位置 OK 用一些不刺激的小毒藥水做 之後 這個瓶就可以直接 向著這些位置 這個是0.25 當你每一下刺 其實你感覺到精華出來了 它是向著這個位置 需要時間 你慢慢慢慢的刺 慢慢慢慢的在頭皮裡吸收 那除了你看到孔的位置 還有你稀疏的位置 都可以做 那我今次就不做了兩邊 我做一邊 因為我自己都想留意一下 我做完這邊的頭髮 是不是有生出來 還有是不是有激活度 現在是 很快 出得很快 0.25 因為我發現 我以前用過這個蚊子針 有一段時間用下 我也放棄了 就是我配合其他精華 用其他精華有幾個缺點 第一難出 第二 就是會發生一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如果有買過蚊子針 咦 我有一個頭髮 想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它的頭髮會黑曬 那我今次去韓國 又問到 為什麼會黑曬 它說 其實當你配合一些 不是它原本這個品牌 有的精華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精華的消毒過程 跟它們這個頭髮的配合不同 所以出來的過濾體不同 所以就會令到一些針透黑曬 我這個其實是0.25來的 但因為 我有0.25和0.6 這個玻璃瓶就交換了 其實這個頭髮是0.25的 總之就是 就是 逢是橙色應該是0.6 而黃色應該是0.25 才對 那我調轉了 不要緊 因為頭髮沒有錯就行了 所以 你會看到 黑了一點 因為其他的精華 不配合它的頭髮 會影響了 它的消毒過濾 所以最好 你用螺旋蚊子針 最好配合它的精華 會更加好 在這裡 我要刺的過程 當然 我會建議在這裡刺的過程 你可以面部敷著修復面膜 然後就可以去刺這個頭部 就沒有太浪費時間了 我現在就要先敷修復面膜 還有說起修復面膜 它也有修復面膜 哎呀 我要拿給大家看 它的修復面膜 是一盒四片的 對呀 是四片的 應該沒有錯 四片的 我開給大家看 它跟羊湯在修復面膜有什麼不同 大家的功效很接近 但這個呢 是微針 簡直就是這個蚊子針公司專出的 裡面有什麼不同 還有一個秘密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有用過日本的MTM 你可以發現到 它們的質料物料是一模一樣的 你會打開看到 你會打開看到 你會打開一點膠 因為其實我不是第一次敷過很多次 不過之前呢 因為拿不到火 所以免費介紹 那呢 你會發現 平時我們敷的營膠面膜呢 人頭一層中間有一陣網 而這個是完全沒有的 它是完全沒有網看的 那是全部都是營膠來的 就是沒有網看固定 所以它做過技術方面是更加難的 如果你有敷過日本的MTM 你就知道這個跟它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那個貴很多 那還有呢 你會留意到它是有眼部 整隻眼蓋著的 一蓋了我就跟大家說不出話了 就是這樣蓋著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看得不太清楚 我敷著才會再把頭皮 然後呢 它 下半部分呢 是有賣唇寶的 那所以呢 其實是值回票價的 那如果算一盒來說 它是貴過羊胎素的 但是實際的價錢沒有它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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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眼唇 齊齊齊 那它建議修復完美呢 都是敷這個 嗯 二十至三十分鐘的 敷三十分鐘是絕對沒問題的 嗯 好了 我們繼續切到這裡 待會敷完再和大家分享 過了二十分鐘 就是三分鐘了 因為已經很晚了 我盡快試試給大家看 那即時撕開呢 它都是有即時退紅 還有有修復的 還有有修復的 你會感受到再塗東西是不會膩的了 那即時撕開呢 那還有最好正的就是有眼唇 那你唇部做了 如果做了半永久一點 可以即時用這個修復面膜 我即時全面敷完 那接下來我們要塗修復的精華 那我還有一套很正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了 那一套呢 是台灣的 那其實今次呢 我在韓國呢 帶了很多 都有好幾套 這一套是台灣的 那那呢 那我在韓國的第一套呢 就是韓國的 那今晚就為大家試一下呢 先試一下這個台灣的 因為這個呢 它有修復因子 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也試一下 它這個有一個 煙膠 還有一個是乳液 很難開 下次要先開定 因為它煮了 但它的包裝就很漂亮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包裝就很漂亮了 它這一套呢 就有三支產品的 那有爽膚水 這支我們當代替 爽膚水的 另外有一支是 螢膠 那就是精華 那另外有一個呢 叫做 再生乳液的 那這個呢 我們當它一個 面霜或者是 日霜的 那我自己呢 就會先 剛才應該先試了這個 它這個是噴的 一個叫做 它的名字叫做 倒活爽膚水 那我們先試一下它的質地先 那這個呢 在我現在做完眉針之後呢 噴呢 它也是完全不膩的 很溫和的 但它的包裝很漂亮 它一漏就出了 這裏是這個 鹽膠狀體的 精華 透明狀體的 那它塗上去呢 它講得明 有修復因子 加速 雙口月合 那所以呢 我要今天 特地做完眉針之後呢 試一下的 再試一下它的質地先 那當然要塗上眼霜啦 那眼霜呢 我還有韓國這個可以介紹的 那這個呢 它有一個 主要呢 就是有修復能力啦 還有它是有一個 膠原修緊的作用 那做肉眉針不是很適合的 一齊試一下它的質地先 稠的 拿少許 眼霜不用太多的 一粒就這麼多就可以了 記得我跟大家分享過啦 眼霜記得按壓式的 嗯 我們今天一次過試完 很多的產品啦 然後 之後 我們都會提醒大家呢 每一次做眉針 我每一個再詳細分享的 剛才今天是試了它們的質地 簡單介紹一下先 那剛才試了台灣這個牌子呢 那我覺得它的乳液呢 就比較 雖然是乳液 不過它也是很 夠滋潤的 而呢 韓國這個牌子呢 它都有一個 修復晚霜的 不如一齊試買它 今晚的片子可能會長一點點 新的很難開 而這個 修復面霜呢 它就是 也挺新的 我們只需要少許份量就可以了 那剛才我試了餘了 記得獎心喔 至少都感覺一下它的質地 首先我覺得它是稠的 另外呢 這次我在韓國呢 還發現了 這個 一個新的黑馬油麵霜 是很棒的 那我等 因為現在已經塗了一個麵霜 所以不可以再試 那我等我 過三至四天做 再一次做眉針 我會試一下這個黑馬油麵霜 因為塗上是很滑很正的 好了 塗完所有東西 那我們做完眉針之後呢 再加上眉針眼貼呢 應該是完美的 所以今晚呢 我試給大家看一下 它新的一個是 它們的眉針所有貼 一次過試完 還有它的去斑貼 不能輸 現在大家應該都試過了 沒什麼驚喜 我當然要試一些新的東西 雖然它這個 講得明是抬頭紋 我們不一定貼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都可以的 不要說那麼多 馬上貼 那大家看到呢 它是三個型的 還有兩對的 那你想想 如果只貼抬頭紋 只貼抬頭紋的話 那用一塊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 蓋上蓋子 那一塊的 還有今次去到韓國 再去Oil Skin的公司 了解過 原來呢 白色的邊 剝開那條膠 不是一個普通的膠 所以大家不要剪掉 剝掉之後 那條膠 是韓國藥房 可以買到小朋友 跌倒的藥水膠布 那種消炎 保護膜 所以呢 我們剝完之後 黏著Over Night 其實它這個 雖然針是穿過表皮層 但是它這條邊呢 是有一個保護 令到我們不會細菌感染的 所以真是 不簡單的一個研發 那它跟我說 新這一批針呢 其實是 玻璃酸的濃度高了 而且是長了少少的 但是長多少呢 是因為是很少的 用一些 即是蠔米都計不到 所以它們就沒有石豬名了 好 好了 我們每次撕完旁邊之後 決定你的位置 決定是 譬如你是抬頭紋的 你就貼抬頭紋 那如果你是想 覺得是眼紋 那就可以這樣貼 我今晚應該怎樣試 那其實本來我呢 因為都是 譬如你可以這樣 可以代替了眼摩 也可以 所以其實它說 你貼哪裡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 你認為自己的問題最大是哪裏 那我不如今晚 試一下這裏吧 但我真的 這裏真的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裏 好了 因為黏了 決定了下去 就不可以撕出來再試了 決定了這些位置 就按緊它 按緊它呢 它面上還有兩塊膠貼 如果大家用過都知道 你會不會撕出來 摸到兩塊膠貼的位置 摸到兩塊膠貼的位置 剛才都忘了看清楚它 然後按住你想要貼的位置 好 好了 那一般抬頭紋呢 那我就沒有 但是我看過有些人很嚴重的 這些呢 經常這樣抬頭紋 打一閘的 那這些就很適合它了 那 用力加筋 那因為這裏的皮膚呢 是厚過眼部的 所以你是完全不覺得痛的 如果之前刺過眼就知道了 按緊它 它一定要經過睡覺的 五至六個小時呢 去完全吸收這個99%的玻尿酸 每一根針就會融掉 我們表皮下面 那眉針眼貼 或者眉針所有貼 它們建議呢 是一盒裡面有四對 那它們建議呢 就是一個星期 就是三天左右就去貼一對 就不需要每晚都貼 因為你雖然穿過 你看不到的傷口 但我們要給時間去修復的 然後到下一個貼 第一次 真的不好 然後決定 你自己要舊的位置 譬如你是這樣就可以 這樣 其實它有兩邊的 其實你可以這樣 這樣去貼 那我決定好了 因為我這個位置 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這麼多肉都有點痛 然後定好位置 按緊它 撕掉這條透明膠 表面的兩塊 就是平時我們眼貼的兩塊一樣 平時用眼貼呢 貼在這個虎紋位呢 是很容易脫掉的 因為它的形狀不貼服 但現在這個腰改型呢 我覺得很貼服 先按緊一點 好了 接著呢 這個樣貼在 接著我想試呢 今天我不是試它這個眉針貼 我想試它這個 裡面加了Botox的浴度鋼菌 令到眼紋這些位置更加明顯 試一下吧 很喜歡試新產品 裡面是金色包裝的 好像再高級一點 那個眼貼的形狀有少少不同 好像細塊一點 好了 都是要撕掉它的白色邊位的 還有覺得膠是比較實一點的 因為物料再強一點 它就說除了玻尿酸之外 每一斤針都加了成份 我呢 這隻眼的問題比較嚴重 所以呢 我決定貼在這個位置 是 刺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那些針 好像比之前的眉針 眼貼長一點 真的好像長一點 表面上兩塊膠就很容易撕 這個位置我已經駕輕就熟了 記得按緊它 為什麼我就是貼在這邊呢 因為我這邊呢 我想貼這個 它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 去斑貼 那我已經貼了兩塊的了 去韓國 它一盒呢 都貼貼的 好像有十片 這個 可以 這個Oil Skin Trude的產品 很有趣 它全部建議是要 晚上睡覺 over night 貼的 除了這個眉針之外 這個 這個去斑貼 sorry 反正了 這個是去斑貼 這個是頸紋貼 它還有一個眼貼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放棄了 我之後再插給大家看 這個是去斑貼 先貼給大家 它的去斑貼呢 撕開 一包裡面呢 是有兩塊的 建議呢 是要全晚的 那我當然 撕一塊出來 先試一下 你自己認為 那個形狀 怎樣貼的 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呢 主要是這個位置有斑 那我就會是這樣的方向去貼 那一晚過 它建議就是連續 要是一盒十片嘛 你要連續貼 而且斑貼不太容易處理到的 好啦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有什麼不明白呢 我會之後再慢慢做一 再詳細些介紹的 Bye Bye Good night啦 Bye Bye